我们总是更关注打舆论战的能力和手段 但是总觉得似乎我们还缺点什么东西 中国和西方媒体的能力和手段的差距 我们都体会到了在基础能力上英语是国际语言 欧美的媒体尤其是英美的媒体是国际主流媒体 欧美的整体实力也在我国之上 军事科技面积人均收入 社会发展水平中体上都优于我国 二人总是天然的更爱听强者 爱听权威的声音 在对新闻的报道和新闻素材的挖掘的能力上 西方媒体确实也有非常过能的能力 反应速度很快又非常专业 在宣传手段上 西方媒体早已经形成了多维度的手段 社交媒体、官方媒体、民间媒体 不同利益方、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媒体都有 不同媒体之间观点相左的有知 支持反对党的媒体有知 支持直战党的媒体有知 让民众有一种自己有多元化信息获取窥盗 因此自己看待事情肯定能够客观公正的认知 但是在这些之外 我总觉得还有其他东西 这个东西隐藏在言论多元化 与言论自由的水面之下 是看不见的支撑舆论战的东西 那就是西方媒体虽然遍布在如此多的国家 如此多的派别 有如此多的不同民主构成 有如此多的观点 但是却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统一协调着他们的行动 我相信西方并不存在类似中宣卓的部分 能够统一协调这么多国家的媒体 但是他们就是神奇般的做到了 那么是什么统一指挥着西方媒体的行动呢 共同价值观 西方能至少有着以下几条价值观 这些共同的价值观 非常容易的映射到西方媒体上 统一指挥着他们的新闻报道 第一个共同价值观 对民主自由制度的绝对置信 对非西方道路的鄙视 甚至是仇视 西方人非常统一地把世界分为两种 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 对于非民主国家 西方人认为其制度是列于民主国家的 中国肯定是非民主国家 再加上是共产党执政的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那就更相当于原罪了 在2月20时旅 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称 各国在建设物质网络时 应该远离中国科技公司华为 中国正试图通过华为来输出其数字装置 威胁那些还没有采用他们技术的国家 实行经济报复 请注意佩洛西的这个讲话 非常明显是针对现场的欧洲国家人士 而且在谈话中仿佛提及装置两个字 就是利用了欧美的共识 那么就是中国是装置国家 那么来自中国的华为 说出中国的数字装置就是可能的 对于这个讲话 当时在场的复印 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反驳 它是这样反问的 技术是一种工具 自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引进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 威卵亚马逊 他们在中国都非常的活跃 自从我们开始一具 二具 三具 四具之后 所有的技术都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但是中国保持了它的政治体制 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 获得了成功 并没有受到技术的威胁 那么为什么 把华为的5G技术引入到西方国家 就会威胁到政治体制呢 你真的认为民主制度是如此的脆弱 能够被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 就能够威胁到 这是一段非常棒的反驳 佩洛西说 中国通过华为输出数字专制 如果反驳点是中国不是专制国家 或不会利用华为 那就是在对方话语体系里面 你也很难去现场推翻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普遍共识 那就是中国是专制国家 而富云说的 中国大量引进西方技术获得成功 制度也没有改变 为何反过来就不行 难道民主制度非常脆弱 成功变成了民主制度强大还是脆弱的问题 而非常显然 不管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 其共识都是民主制度是全世界最强大的 这个访问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共识 这是狠战的辩论技巧 西方人的种族主义心态其实非常严重 共同的种族主义价值观 使得西方国家媒体在面对中国时 天狼的站在对立面 中国无论和谁冲突 西方媒体都会坚定地站在其敌对方 中国不少人以为 如果中国采取了西方一样的制度 就可能会被西方接纳趁早放弃这个犯下 同样是基于种族优越性的价值观 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西方在历史文化 都优于其他种族的各种思想 在共同价值观形成上 我国显然还有道路要走 对于我们的制度和道路 非常多的人是不自信的 认为西方的制度优于中国制度 西方的道路优于中国的道路 大有人在 你在中国做一个调查 中国制度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 哪个更好 看法一定是分裂的 或者说至少不会达到 西方那么一边倒地认为 民主自由制度就是好的程度 或者是道路和制度的问题 对于我们的民族 也有很多人是不自信的 和西方人几乎一边倒地在内心认为 自己最为优越的共同价值观不同 我们非常多的人认为自己是列与外国人 认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历史优于中国 因而特别喜欢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进行批评 喜欢谈论中国人的劣根性 而对西方主要谈其先进性 对西方来的思想毫无保留地张开怀抱 这种思想到现在 也还广泛地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中 现在在中国社会 广泛存在着外国人优先新闻 我就不再叙述了 说多了会申请 你说中国媒体 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战斗力吗 其实我国不少媒体 尤其是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 专业性和战斗力是很强的 在揭露国内阴暗面方面 这种深度报道细节都能够挖掘出来 这次疫情期间各种原创和深度调查稿件就有不少 比如现在全国上下都知道吹哨人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翻译过来的词汇加上事情的发酵 宣传力不是又很强吗 我国不少知识分子 对内也是很有战斗力 对国内的阴暗一面批判起来很有深度 也很有思想能够引起普通人的共鸣 国内媒体和知识分子 对国内进行深度报道和批评很有必要 有助于行使媒体监督的作用 推动中国的进步 要知道没有监督对我国并不是什么好事 我觉得有问题的是 在国内很多有战斗力的媒体 在国内很有战斗力的知识分子 也涉及到对外的舆论战 在对外反击西方抹黑的舆论斗争中 他们就缺位了 我们的媒体即使是那些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媒体 尽管他们具备比较好的庄业性 但是似乎对于在国际舆论上 和西方媒体对正面兴趣不大 还不如我国的普通玩游乐情告 比如这次疫情 我国各种媒体为了体现武汉地方官员 初期抗疫不力而制作的各种时间线非常多 体现出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还原 而在近期西方部分政客和媒体 操作中国应该对欧美疫情爆发覆辙 甚至要求我国赔偿的时候 我就没有看到我国媒体有大量的制作各种时间线 去反击西方政客和媒体 来证明中国反应已经足够快 为世界争取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更不要说看到这些媒体去推特脸书 这些国际舆论主战场去发表时间线了 经由看到的时间线还是我国官方发布的 难道反击西方政客和媒体的中国负责论不重要吗 显然不是恐怕国内很多人的内心 还真的是觉得我国就应该对疫情负责 目前就数据来说输出零号病人最多的是意大利 输出病例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总的来说在国际舆论战场上 只有少数官媒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驻外大使馆等官方力量在勉励地进行反击 一个正常的中国人 一个正常的中国媒体的价值观 应该是维护中国利益 对中国的道路和华夏民族复兴 有着高度的自信 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绝对讲不好中国故事 要对内能够行使媒体监督 促进改革和进步 对外也要敢于出击通过各种专业和真实的报道 和西方媒体硬杆捍卫中国利益 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不能再总是对外唯唯诺诺对内重拳出击 多少值得欣慰的是 随着国力的增强 我国的年轻人在道路和民族自信的 共同价值观构建上 明显地超出许多另外外部环境的变化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 也有利于我国构建团结一新 看住外部压力实现民主复兴的共同价值观 这两个基于带来的效果 在国内舆论场已经有所体现 而随着时间发展会越来越长优势 而在对外的舆论场 长期以来我国是一番为主 阻挡西方宣传渗透 在国内舆论场共同价值观逐渐形成 和逐渐的占据优势之后 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 反守和龟说是赢不了战斗的 必须要进攻才能获胜 感谢观看